門口男子雙手插腰好像有點不耐煩 因為其他排隊民眾都已經離開了 只剩他還在等 下一秒門一打開 卻又把裡面的人往內推 可以看到當時他被撞進去 結果裡頭一次發生衝突 後面排隊的人看到門被大甩碰的一聲 直接傻眼 換個衣服有必要那麼生氣嗎 那不會太扯嘛 沒必要吧 你如果這樣沒耐心就不要來這種工作場所 對啊 這樣子真的是不好的示範 宜蘭童萬節上個月登場 吸引許多大人小孩來玩睡 不過12號下午1點多 卻有民眾報案孩子被打 一名13歲少年在更衣間準備出來 疑似於後方排隊男子發生糾紛 因為他強調在外等了3分鐘才會不耐煩 少年當下直接被用力一推 大聲質問是不是插隊 就這樣被咆哮了快10秒鐘才放人走 脖子和胸口被這一轉紅腫於青 他就很驚嚇他回來說他被打 然後他在講說好像他好像說我插隊 然後我 他就講不太清楚 然後我就先想說先過去找那個人 就覺得真的太可怕了 怎麼會有一個大人對一個小孩子做出這種行為 家人聽到直呼太可怕了 趕緊向遊客中心求助 警察接獲報案積極調閱監視器 要找出這名男子 為了維護安全 主辦單位和警方也加強人力 在許多區重點巡邏 也因為當天湧入兩萬人 許多遊樂設施甚至廁所及更衣間都得排隊 應該是要耐心等候 而不是像這樣動手動腳 TVBS新聞檢查陳藍廳 伊藍牆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